你们觉得汽车人里还有比十字线更拉风的战士吗 他既不像领袖擎天柱那般威武霸气 也没有侮辱开那卖萌搞笑的天赋 反倒凭借一举 瞬间斩获小迷地无数 作为前赛博坦科学院分析师 博派的军械与武器专家 他是一位将精打细算发挥到极致的难 无论对付怎样的目标 他都小心谨慎地考量着出击的绝佳事 绝不会白白浪费任何一桥 然而正是这样的想起 十字线却由此派发出了一套极其高效而可持续的武器消耗模式 为战备上处于劣势的博派军队节省下了大量物力和财力 他的汽车形态为雪佛兰克尔维特黄雕与C7 在作战时他身披绿色战斧 头戴封镜 双枪在手弹无需发嘎嘎乱杀 虽然十字线的战力非常不俗 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位不择不扣的毒蛇战士 与大黄蜂更是天生八字不合 稍有机会两人就会扭打在一起 而当看到飘移与大黄蜂大打出手时 他也会在一旁幸灾乐乎 就连萌萌的探长都少不了被他吵 可有时又会因自己的碎嘴而吃尽 当长老奉命准备带走男主凯的时 十字线仗着自己身强体壮准备来的一大气息 下一秒却被长老轻易掰断手指 剧烈的疼痛也让他发出振振哀号 而作为汽车人里最忠诚的意义 他对秦天柱的演讲功敌可谓十分推崇 毕竟你大哥还是你大哥